名下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 复兴广播电台全省收听频率 第一广播网台北AM558909 台中FM107.8高雄AM594 第二广播网台北AM5941089 台中AM5941089高雄AM846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美贤主持的听徒弟在唱歌 踩着泥土的温暖 心有了探索的勇气 有了创作的热情 音乐也开始跟着蠢蠢欲动 听徒弟在唱歌 由吴亚荣 吴美贤联合制作 吴美贤主持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美贤所主持的听徒弟在唱歌 我们在这片天空和你分享 来自这块徒弟最温暖的故事 最感动的歌声 今天很开心呢 在才刚过完年 迈入金鸡年没多久呢 就能够访问到呢 我心中这位我很敬佩他的大哥 在过去他也每一年都会带着他的作品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他是一位金曲歌王 但是呢他从来不会lost掉任何一个小小的电台节目 因为他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他的歌曲 所以他几乎呢 也会大量的在 在他出版专辑之后呢 在YouTube上面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 因为对他来说 音乐最重要的是分享 而不是说去计较说呢 你到底靠音乐能够赚到多少钱 那这一位金曲歌王 施文斌大哥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 台湾电竞协会的第一人的李市长 那他对于提醒这些年轻后劲呢 是不遗余力的 而且呢 他也本身也参加蛮多的公益演出 这一次他带着他的第24张作品呢 行行做状元 这是一张描述友情的专辑 他会带来很多很多的 关于他的朋友的故事 来跟我们分享 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音乐故事岛 来听金曲歌王施文斌 说他和他朋友的许多故事 他们在这座岛上写诗 唱歌 以最贴近大地的柔软心灵 诉说着 他们与这座鲍鱼的音乐故事 音乐故事岛 今天在我们的音乐故事岛呢 要来郑重的欢迎我们的士文斌 斌哥你好 哈喽美贤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斌哥在这个新年呢 对自己是怎么样的安排 你自己的新年的 新年的话应该是陪陪家人 然后这个年假之后 还继续做宣传 我知道斌哥的这一张专辑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往南台湾走 所以怪不得呢 在你的专辑的第一首歌 就叫做幸福南国 对 来说说一下斌哥 对于南台湾的感情 感受上是什么 因为台语歌手 大部分的演出机会 都在中南部 比较多 那每一次呢 尤其是像我们 常年住在北部 然后我们只要听到 这个今天有通告 要到屏东 我相信那个心情是 度假的心情 那因为呢 第一个南部的生活步调 不像台北那么紧张 那再来一个就是 想到了屏东 我相信所有的收音机 旁边的听众朋友们 一定会感受到 那种这个炎热的太阳 然后美丽的沙滩 然后这个丰盛的水果 深蒙的海鲜 然后最主要的是 南部朋友们的 这个淳朴的笑容 那还有他们这个 所谓的浓浓的人情味 那也就是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所以每一次到屏东 演出的时候 对我来讲都是 感觉上是幸福的 因为感觉上 不像是去工作 感觉上是去度假 那在屏东 也有很多很多 对我非常照顾的朋友 然后这个 所以这次呢 也就是因为 屏东的朋友太多了 所以这次呢 这一首歌呢 它其实不是一个单一对象 其实它是送给 所有屏东的 乡亲的一个礼物 叫做幸福难过 其实以这首歌为始 我们可以知道 到对应 因为宾哥 其实我觉得你的歌曲排序 头和尾 很喜欢做呼应的动作 对对 所以我很想要请问一下 你的同名歌曲 一般人会认为 同名歌曲 往往都是放在最前面 但是你已经 放在最后一首 这已经是第二次 我所知的第二次 是放在最后一首 在此也一开始 也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行行做状元 这样一个专辑主题的概念 是什么 主题的概念 其实是入行 到现在已经迈入 第25年了 那去年的这张专辑 是第24年的 第24个作品 那这个入行这么多年 然后其实 在各行各业 包括自己的 我们音乐圈的幕后 或者是这个圈外的朋友 那有很多很多 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呢 长年以来 一路的这样子 不管在实质方面 或精神方面的 给我很多很多的支持 那这个 我其实一直很感谢他们 那也想说利用这个机会 一方面就是说 这些朋友 原本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因为我跟五熊老师 是好朋友的关系 所以最后呢 都变成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好朋友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想说 这一次这张专辑呢 我们就把一些 共同的朋友 对 我们心里面的好朋友 我们每个人送他一首歌 所以他们在 虽然为什么不叫做出状元 为什么要做做状元 就是说出状元 类似有一点 类似报导性质的 好像介绍性质的 对 而我谈的做状元 其实谈的就是我的朋友 他可能是在我们这个行业 可能是在幕后 可能是在别的行业 但是他们都是 那个行业的佼佼者 很有意思的名字 就像我一开始 真的就是 也很想要问兵哥 这个问题 已经帮我们解惑了 所以呢 在专辑中呢 有像幸福南国 是一群人 也有可能是一个人 也有可能是 你对这群朋友的 期待和祝福 是 那我们先来听这个 第一首歌 幸福南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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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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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情的悠悶落水箭光 我寫著越唱越好爽 在著心脈的人啊 咱嘴叮叮叮 等台湾立頭的高雄 夜路都說 真是美麗南高 尚烈真有可愛的笑容 天母的主美 真是孫然難忘 心愛的 有應得特徹來冰島 澎湃的山頂海味 真元重 在著的經理最感動 願望所有的人啊 來追頂運用 希望無財運用 願望所有的 有情人來追頂運用 心動著馬上演到 beginning into the day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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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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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难过 这首歌听起来就非常的阳光 光是他的那个前奏下去 我感觉好像已经可以骑着摩托车 去滨海公路了 其实是一个度假的感觉 因为你要介绍一个地方 然后请大家一起 欢迎大家一起去 那个气氛一定是要舒服的 要轻松的 然后要舒服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相信听的朋友 都会可以被感染到那种快乐的心情 兵哥我想要请问一下 是你的 因为你的专辑 有跟五熊老师一起讨论 这几年经营下的结果 其实你的每一张专辑的概念性都很强 而且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点连接的 像是你在文鸡 文鸡起舞的话就非常明确是反应 还有批 还有有一点就是用另类方式去 进入社会现象 对 去报道或者是去批判社会的一些现象 可是在这种比较稍微比较硬性的后面的浅透 你就会放入那种很暖的土地的 对比较柔软的 对除了有一年突然吃电影专辑有吓到大家以外 其实这几年像是环岛旅行 环岛旅行那一张 还有去年的那个那个进香团 歌声进香团 那从歌声进香团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有讲到就是朋友的概念 因为你常去云林 对 那我想要问说 就是从歌声进香团延续到这一张 对你来说你是有连贯性的 想要在二三四部曲下去的意图吗 你有这样的意图还是只是巧合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 因为每年我来上美贤节目的时候 来介绍新专辑的时候 其实我们今年的新作品的方向已经确定了 对 那这一次 因为这一次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说未来我们 未来我跟吴熊老师 在未来的两年 可能会共同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我们把今年的新作品 跟明年的新作品的这个 这个专辑的这个概念已经确定 哇 对 那至于会不会实现它 现在也不敢讲 所以要等歌写出来 保密 保密就对了 哇 好令人期待哦 但是这张 因为呢 就是故事 都是像是你那时候 在写云林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有做一些 就是带着我们去深入的认识它 去发掘一个一个故事的状态了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的 像是 呃 我很好奇的 就是我光看歌名啊 那我最很想知道的 就是两首歌声 欧尿 还有苦茶油 那我们先来那个跳通一下好了 苦茶油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聊一句话 苦茶油的故事其实是在我的生活 在我的家庭 也就是我住的那个社区 那个社区里面呢 我两个小朋友呢 这个他们从小一直到现在 都是有一位跟我同姓的师伯伯 然后每天负责接送他们上下学 因为它是我们社区里面开娃娃车的 那他跟我同姓 然后又是入港人 那然后这位师伯伯 我跟他的缘分很特别 就是说 那他的儿子跟媳妇 都是小孩子学校里面的老师 然后儿子跟媳妇 都个别交过我的两个儿子 所以呢 其实这个缘分是 是这样子来的 那这些年呢 四伯伯年纪大了 所以他就把娃娃车卖掉 他没有开马娃娃车 那但是他闲不下来 所以他就这个把他以前 务农的一些 年轻的时候务农的一些知识 然后又捡回来 然后呢 他回乡去到中南部去找到好的苦茶籽 然后在我们社区的 这个对面的黄昏市场 然后住了一个小小空间 然后买了那个炸油的机器 然后开始炸苦茶油 那当然他的产品不是只有苦茶油 他也炸花生油等等的 那但是他就是亲手用手工这样炸 然后透过机器去操作 那所以其实在食安风暴之前 我们家就已经固定喝他的苦茶油了 然后再用他的苦茶油 再煮饭煎蛋 几乎都是用他的苦茶油 所以呢 一个这样子的缘分 其实他因为姓施的关系 然后他又把我两个儿子 当成他自己的孙子看蛋 那也就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次呢 专辑里面特别写了一首 苦茶油送给他 宾哥我们真的很少有家庭 是这样大量使用苦茶油的 所以我们顺便请议一下 用苦茶油去煎蛋拌饭 就是这个苦茶油到底 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真的不会变苦吗 呃他其实是味道是会有一点点的苦味 但是呢要看你怎么样去煮他 那当然煮的部分我不擅长 但是我觉得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 可能你知道苦茶油的好处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现在Google大神非常方便 那我相信其实这几年 也有很多人在推广这个东西 因为第一个他是植物 嗯 对他不是动物的 所以呢基本上来讲 他应该是相对的 比这些动物性的油脂更健康 嗯 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天然 然后来感受一下这首 呃充满了浓浓情感的歌 苦茶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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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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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用微笑眼界 重拾每一天 复星电台让你生活更新鲜 任你遨游在两岸之间 那是复星电台 这里是复星广播电台 收听频率 北台湾AM558-594-909-1089千赫 中台湾FM107.8兆赫 AM594-1089千赫 南台湾AM594-846千赫 父亲之音 父亲之音深得民心 心流开那 欢迎继续收听由美贤所主持的听土地在唱歌 我们在这片天空和你分享 来自这块土地最温暖的故事 最感动的歌声 今天在我们音乐故事岛的单元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景曲歌王是问冰大哥 然后冰哥呢 带着他的第24号作品 《行行做撞元》的专辑呢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跟我们聊音乐说故事 哈喽 冰哥你好 哈喽 哈喽 美贤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冰哥的这一张专辑 其实在新闻稿有说 就是十首关于友情的故事 那在这个专辑中 我刚才有说到 我很好奇的 还有一首歌 它的名字好特别 它叫做黑猫 一般人想到黑猫 可能就是想到寡物团 就是那个地隔量的 欧妙歌听秀 那冰哥的黑猫指的是什么 这首歌的黑猫 我弹的是灵感这个东西 那这首歌呢 要送给的朋友 也是大家熟悉的 就是跟我合作 也迈入快要20年的 无雄老师 那一个作词人 每天面对相同的电脑 相同的工作室 然后你要无中生有的 把文字把它变成故事 然后要变成这个大家 还要能够感动到大家 那基本上呢 这个我相信大家 大家看到我们的结果的时候 通常都会觉得 有的人会感动 有的人会喜欢 那但是呢 这个我相信呢 任何一个创作人 在这个他酝酿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辛苦的 那这个黑猫 其实这首歌 弹的就是无雄老师 那但是这首歌呢 其实我们是想送给 所有收音机旁边 需要灵感 或者是需要想法 或者是需要思考的工作 真的好多好多工作 都需要灵感 那因为 我们讲说灵感 灵感事实上呢 很多人灵感挂在嘴上 但是而事实上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灵感这个东西 那我们如果有的话 欢迎大家抓一只出来 让我们看看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用黑猫 来比喻灵感 而简单的讲就是说 灵感这个东西呢 就像是一个人蒙上眼睛 在一个暗房里面 然后要抓一只黑猫 而事实上呢 这个暗房里面 根本没有猫 哇塞 那所以其实这首歌 我们当一个创作人 他有交件压力的时候 然后呢 他又写不是东西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情绪就上来了 所以可能会有脏话啦 可能会有什么 所以这首歌呢 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字 我们用消音的方式 把它处理掉了 但是这个专辑 我们我们这个 大家听到的专辑是这个 是这个马赛克版 但是未来我们会在网络上面 一个公布那个 无马版 对 那因为我想一想 其实这个就是真性情 那当然我们不鼓励大家说张话 而是当你要 要完成一件工作 然后有时间压力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又没有想法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情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对 所以呢 这个这首歌就是在台湾 武雄老师 那也送给所有需要 需要想法的朋友们 说到这个 我很好奇 就是兵哥 因为你们一年 必须要产出一张专辑 可是坦白说 专辑从就是发想 收割到制作 我光是制作期 其实就快要半年了 那你就是说你还有 而且你的是创作 他是创作 对 那我蛮好奇 就是你如何 你如何的 让自己一年 可以产出一张作品的 你是怎么样子的去 抓你的黑猫 因为 我有很多取舍 就像是 现在的听众朋友们 应该很少看到 我出现在荧光幕前面 那包括连 发片做宣传 因为现在歌唱节目也少 那即便是我 我都上了 那你这一集没看到 那就没看到了 然后 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 这个 这个演艺工作 尽量减少 因为呢 如果我们每天 都在外面忙的 拍戏主持节目 我们回到家 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创作 不可能有作品 所以 更简单的讲法就是 你今天你要创作的人 你要够闲 你如果不闲 那基本上 你是不会有作品的 那也就因为这个样子 其实 这个一年来讲 大概有十个月的时间 我在创作 然后 加上制作 然后最后 一个月的时间配唱 然后 让这个整个后制完成 然后一个月的时间 用来做宣传 所以这样子 一年就过去了 每一年都在服务 对 你的那个新生乐 是 哇 这个 这个真的要有多么的 因为我们人总是很弹心啊 是 有时候也会想说 如果我可以被很多人认识的话 这个能量很大 有时候会想说 如果我多赚一点钱 我多 更多钱可以做专辑 嗯 这个趋势 哎 你还要搞 那个 就是你还要继续关 关切电竞事业 你要 哪来的时间啊 对 就想办法 超人在这里 我们来听这首 黑猫 没人去妙 乱七八糟 哪会吃牌翹 心来的麻 嘴来的叫 是谁 是谁 三季梵梵 吹无人 疼好导 这款的歌 够狗 谁无三里着 依在夜头 想买丢导 吹担命的黑鸟 别吵 别吓你心灵 拍一枝红军 让我够 我早找一只黑鸟 每一夜用心够交 我早找一只黑鸟 每一夜用心够交 习惯到够交 习惯到够交 连鸟只鸟 扎到老婆 别吵海外 别吵怪我 这样没冬头 三季梵梵梵 吹无人 疼好导 这款的歌 够狗 这款的歌 够狗 谁无三里着 依在夜头 想买丢导 我早找一只黑鸟 每一夜用心够交 我早找一只黑鸟 每一夜用心够交 我早找一只黑鸟 每一夜用心够交 我早知几习惯到够交 刚才有跟冰哥聊到 我说哇那个这样子 你的时间怎么够用 他说对啊 而且我还有家庭 我就想到其实冰哥 以前第一次来上我的节目 那时候还不是在复兴的时候 就带着小学五年级的儿子 来上通告 所以其实冰哥是 也是会把时间 尽量能够拉长 跟小孩陪伴的人 对因为这个 当爸爸妈妈的人都知道 小孩子的保存期限 大概就是到小学毕业 等到他国中高中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圈 然后他也不是很愿意 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 那我相信不是说不愿意 而是说这个可能就是说 跟或许跟爸爸妈妈 一起一起的相处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压力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其实在小孩子 小学毕业之前 我们能够陪伴就陪伴 那当然我们家 我们家大的现在已经国三了 然后今年准备考会考 那这个我们小的 还是小学六年级 那他又是学校的篮球队 那所以呢 他们每个月都有 都有这个很多比赛 那所以现在就是 我现在尽可能的就是 把我的宣传日子 把小孩子的比赛的那几天 我把它控着 尽可能的完全全程的陪伴 陪伴 然后其他的时间再来做宣传 对 好爸爸坐在这里 对 像我今天来上美贤节目的 应该就是我这个礼拜 接下来明天开始 连续三天的比赛 所以明天开始就变成 这个啦啦队了 哇 这个抽还得很快 对 所以你在写阿宝这首歌 我是不知道是要送给谁啊 可是我觉得应该 边写的时候这首歌 应该就是会特别特别的 有体会 对 因为阿宝 其实阿宝是我一个 很要好的一个南部的朋友 那他很年轻 他七十年次 但是他已经是一个 十个人的公司的老板 那他刚开始的时候 从屏东 然后我看着他一路 这样子打拼到高雄 现在已经在南台湾 算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公司 那他从单身 一直到这两年 接连的 接连的 生了两个女儿 漂亮的女儿 那前年的歌声进香团的那张专辑 他的大女儿呢 才刚满一周岁 那穿着尿布就来拍我的MV 那个麦聊青春梦 然后一直到去年的这张专辑呢 我就送给我的朋友这首歌 因为他的名字叫阿宝 那他的女儿叫宝拉 都有个宝 那我相信每个为人父母的 都会把自己的子女当成宝 所以就用阿宝这首歌 那除了送给我的好朋友之外 写了一首父女情感的歌 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歌 也送给全天下的父母 这样 哇 这首歌 我觉得听了的时候呢 会虽然我们没有 小孩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得出来 就是 生命的延续 生命的延续 往往存在着我们很多的梦想 对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阿宝 音乐 怒听怒意识 想着咱们的梦 抱着你的心腹 每一句情话 都是爱你的歌声 你是我的一切 是我的心肝 你是我的世界 是我的心肝 我嘴你的苦涩 为你承风光 你是我的嘴爱 是我的哺乱 你是我的心肝 想跌两个所在 灌到那儿一顶 笑到那儿那儿哭爱 想着咱们的梦 抱着你的身体 天才和未来我最爱你你都知道 你是我的生活 是我的心声 你是我的灵魂 是我的感觉 我作你的尊账 在你是阶段 你是我的最爱 是我的暴来 你是我的感动 是我的风风 你是我的舞台 是我的丹妙 我的打招你笑 终点着风风 你是我的暴来 是我的忆怀 我想要请教一下兵哥 可不可以也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在设计音乐这件事情 因为当然它是一张概念专辑 所以说在词曲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是就是以呈现这个故事本身为主 但是呢 因为兵哥自己本身也是一直在推新台语歌 所以在编曲或是在音乐的设计上 一定不会是想要走传统的套路 那不知道在这一次的作品中 有没有拿几首歌是在 当你们已经决定了词曲题材以后 在编曲上面你们有特别的想要 就是买一个巧思在里面的歌曲 我觉得应该这一次比较特别的一首歌 应该算是专辑名称那首《行行作状元》 那因为那首歌 过去我们应该比较少听到雷鬼 这样子的编曲形态的台语歌 那最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说 你要用雷鬼的那种方式来唱的话 你的演唱者的旋律 你甚至是 他必须要是完全free的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 把这样子的一个雷鬼的一种 一种音乐形态 直接的变成台语 而不是 因为我相信五一五熊老师的功力 不是办不到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希望一下子跳太远 那我们还是希望说 能够让传统听台语歌的 或者是不听台语歌的 都能够接受我们的新的作品 所以呢 其实《行行作状元》这首歌 除了它本身是比较雷鬼的 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形态的话 其实它的旋律 还是比较贴近我们中南部台语歌的味道 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 这样子的那种愧口 比较是符合 我们在台湾在地 三五好友把酒言欢的那种气氛 这样 对 有哦 有一种那种 就是大家拟一言为语的 然后吆喝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啊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待会呢 我们呢 休息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先来听 《行行作状元》 那里面的歌词 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回来以后 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 《行行作状元》 任你遨游在两岸之间 那是复兴电台 Everything's all right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 收听频率 北台湾AM558-594-909-1089千赫 中台湾SM107.8兆赫 AM594-1089千赫 南台湾AM594-846千赫 复兴之音 深夺明星 河川家 痛啊 心流溃囊 欢迎继续收听 有美贤所主持的 听土地在唱歌 我们在这片天空 和你分享这块土地 最温暖的故事 最感动的歌声 那今天呢 访问到的是 石文明大哥 带来他的作品 航行坐状元 那现在呢 我们在背景听到的 这首歌 就是航行坐状元 当年是无分 有大小限 人生海海 就爱落冠 有缘无缘 都不免算 笑容难 那是 顶好温温 不思议 可来中重远 我们今晚 气氛 是有狗赞 做朋友 我 跟我儿子 有狗赞 你一边 我噓 都不断 你和我 女生 都不得 它 这一边 出口 你呢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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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來啊來 唱歌唱歌歌 吹路吹路吹 一定唱歌歌 行調有唱 來打通歌 我的好朋友 風風吹唱歌 唱歌和唱歌 頂友咱們 齊好悲觀 當年是 無分 大小語 零身咦咦 就愛樂觀 無言無言 都不界参 唱 perf的氣歌ń 再霧TION 沒輸定可來中重玩 我們現在氣氛是有夠讚 嘴邊流 大家不用唱完 來啊來啊來 麥苦聽冠冠 吹爐吹爐吹 越秋越溫暖 平心得意須情願 我的好朋友 都也無兵犯 來啊來啊來 唱我的胖冠冠 吹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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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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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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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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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好朋友 都也不平凡 來啊來啊來 唱我的香好冠冠 吹了吹了吹 冰真冰冠 倫著有酒 來打桶冠 我的好朋友 風風吹很煩 航行做狀元 航行 我們來請專輯的作者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不太會唸 航行做酒館 可以再一次的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整張專輯 想要帶給聽眾的是一張什麼樣概念 什麼樣感受的專輯嗎 主要是送給自己多年好友的一張專輯 然後十首歌送給十個好朋友 那當然就是說既然是談到了朋友 談到了朋友的行業 那談到了朋友的故事 那當然我相信整張專輯 我相信希望給人家呈現的感覺 是一種溫暖的 因為去見證 記錄 或者是保存一個珍惜這樣子的友情 那你跟你的好朋友 你要去寫一首歌送給他 我相信那個心情 然後跟氣氛是絕對是溫暖的 然後我相信那個能量 相信那個能量也絕對是正向的能量 那因為這個送給朋友的歌 就像是送給朋友的一個禮物 那我相信所有聽到歌的朋友 他的心情一定是感動的 沒錯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一個這樣子溫暖的專輯 然後一個正向的能量 可以分享給所有的聽眾朋友 這樣子的感動一定 真的一定是會受到感染的 那我想要再請問兵哥 因為這老實說 其實不要說這十年 應該說這十幾年 就是唱片他就是像是溜滑梯一樣 從高點一路下滑到低點 那有很多人都一直覺得 現在唱片怎麼能做 好不然就發數位就好了 那兵哥 其實兵哥在就是在數位這方面 你也你也把它運用的很徹底 但是你還是會讓實體一直出現 那麼兵哥是怎麼想這件事情 關於唱片一直下滑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是創作人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講 他當然在這個上面是賺不到錢 那但是我們是覺得是把第一 一方面是跟歌迷的 這個過去很久以前就 曾經有過的一個約定 那雖然這只是一個約定 但是其實不瞞您講就是 呃現在其實每年的一張專輯 對我來講 我的心情都是當做是人生的 最後一張專輯在做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去想像 未來的事 那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下一張 嗯那雖然每一次上節目都這麼說 但是每一年還是有新作品 會推出來跟大家見面 那當然我們我們一直在努力 那呃我也不去想說 到底會不會有人看見 因為這個是我們最熱愛的事 嗯那他不賺錢 但是我們可以把作品留下來 嗯那我們可以記錄一些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朋友 甚至我們看到的一些社會現象 然後不無論如何 因為我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 我們堅持自己的崗位 為什麼沒有想過 那我就數位發行就好啦 我還是可以完成對歌迷的約定 呃應該應該是這麼講 因為他畢竟還是有一定的商業模式 嗯就像我的專輯呢 這個大家還是會在KTV裡面點的到唱的到 對所以呢這個這個卡拉OK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半唱代的發行商 他們的規定是 你一定要有實體 你一定要有實體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有實體也好 因為一方面硬碟這種東西也會壞 對沒錯 那我覺得就是說 實體能夠保存下來的東西 就能夠把讓他保存下來這樣 嗯 兵哥真的是很有趣 如果大家有去 有機會可以follow一下施文兵的粉絲頁的話 你會發現呃就是呃 兵哥他有一個分享的模式 就是他一定你一定會拍攝 嗯 釋出MV花絮 對對 對來說就是而且你的MV啊 其實並不是那一種呃 就是什麼高檔路線 而是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有很多的 就像你說的朋友會直接入境的這個 這個這個情況發生 對對對對對 對 所以兵哥你在你自己對於MV的想法 跟一些歌手是不太一樣的耶 是因為嚴格講起來我們做音樂 如果我們預算夠的話 我絕對不是現在大家聽到的這個樣子 嗯 那這個說真的我們真的只能在有限的 預算範圍之下 然後去把事情做到最完美 嗯 但是我覺得很難 因為這個從製作物來講 其實說真的這個 你有沒有預算那個製作物出來的那個 那個真的就有差哦 質感就有差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一樣的道理 我也希望我也希望我今天拍一支MV 我可以花到兩百萬這樣 對 但是誰不想呢 對不對 對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這個環境實在是很難 所以我們只能在有限的預算之下 把它做到最好 對把這個作品留下來 因為我有看過很多人就是為了省很多 就是傳統的公司 他們為了省預算 嗯 然後就把嗯 就是MV可能就是擠進到底 可是你也沒有這樣 你還是會想要就是會 會可能去設計一些故事 或者是說好沒有錢 但是我們可以找朋友來 對對對還是來呈現他的那個環境 對 那還有就是很多人會反過來 他把MV拍得很好 嗯 但是他的預算全部都拿去砸 那幾首卡拉OK 對對對 反射在其他的製作物上面的話 就會覺得是蠻少的 那我很開心就是說 嗯 我身邊有很多像冰哥一樣這樣 明明市場不好 還是年年堅持要出的人 他們在製作物的本身這一塊 沒有做出太大的退讓 嗯 這是我覺得比較開心的 是 對 那在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最後一首歌 嗯 他非常的有趣 是 他叫做動算 對 大家想到動算當然 其實台灣我覺得是 也算是一個蠻熱中選舉的國家 是是是 而且因應這個選舉 會發展出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冰哥的這個動算 講的不只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政治的動算 嗯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它是一首情歌 嗯 而且它是一首過去的舊作品 然後我這一次是翻唱第三次 嗯 那最主要的 最主要一開始這首歌是我跟五熊老師 幫一位台語的女歌手林美美寫的一首主打歌 嗯 然後這個後來呢 在2005年的你愛的不是我那張專輯裡面呢 我特別的在收回來 然後用男生的方式 用我自己的方式來詮釋了一次 嗯 那後來其實這些年呢 很多選舉場合都會聽到我在現場唱這首歌 嗯 那這個前年我們做歌聲進香團的時候 然後到了雲林去 那這個雲林胡偉正正名代表啊 呃零五正零代表呢 這個一路相陪啊 嗯 一路作陪 然後帶著我們到處去看雲林 嗯 那其實這些年下來也 也建立了我們深厚的友誼 嗯 那也因為這樣所以想說這一次呢 這個特別請這位代表啊 來這個跨刀啊 到我的專輯裡面來跟我一起合唱 所以呢 我們把過去原本恰恰的 比較輕鬆的那一種情歌路線的動算呢 我們把它速度加快 然後我們的節奏加重 然後加上了代表 然後代表呢 他唱的部分呢 那個歌詞呢 我們重新寫過 比較符合民意代表的口吻啊 嗯 然後呢 這個OS是也是直接請代表 直接來去喊的啊 所以那個氣氛就是有選舉的味道 雖然是有選舉味道 但是其實他還是一首情歌 那只是說呢 這個希望呢 未來呢 代表在出來選舉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空 他可以自己拿出來唱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妙 怎麼會想到 因為你仔細的去聽這首歌的歌詞 你就會發現 是啊 其實在感情 不管是感情啊 或是政治也好 嗯 我們就是要展現 選一個心目中的對象 對對對 選的人真的跟投票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有競爭者 或者就算沒有競爭者 他也是在跟 我要 我也是要在 我是要單身 還是要跟這個人當中 做出投票 對對對 那對方當然就是 嗯 排出自己最好的那一塊 然後其他 其他的不良條件 就是想辦法要排除 嗯 所以這個真的是 嗯不得不說就是 兩位的巧思實在是 太讚了 那我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欸 這位代表 你們不要以為他真的有出 他有出過唱片或什麼 其實他真的只是一個很喜歡 唱歌唱歌的 很喜歡音樂的 對 藝文愛好者 他本來在做禮品店 後來去從政了以後 他還是很喜歡藝文 所以呢 他認識一票歌手 這些歌手呢 去雲林幾乎呢 都是 都會找他 對對對 然後他自己 在之前 王俊傑 剛才是王俊傑的思想起專輯 總是就是直接以他 結拜兄弟的名義 就是兩個人在做對唱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欸 其實他真的還 唱歌的時候 他的聲音還蠻有一種味道的 然後跟賓歌這樣合唱起來 還蠻特別的 所以在今天節目的最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樣的一首歌 讓大家會心一笑的同時呢 欸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正在當一個候選人啊 那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一下 希望我們都可以順利的當選 是是是 對在開春的第一集呢 來跟大家分享最後的一首歌 也感謝兵哥在百忙中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你 謝謝 希望明年好 很期待 今年今年今年好 今年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新作品還有新企劃了 謝謝兵哥 謝謝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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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你所有的手段 已經是每天的習慣 看不你我中的心夠暖 看到你我中親親 吃到定心願 所以我決定來參選 就把人都去旁邊穿 我是你最心情的保存 只要你面對本人 就讓我吵緩 因為我和別人不一樣 全世界無人比我更賺 愛著你我感到很遺憾 愛著我 你的了解什麼是混亂 因為我和別人不一樣 全世界無人比我更賺 愛著你我一定會當選 愛著我 你的幸福都未完 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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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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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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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